與詩永青對談 這一節我們再講一些很奇怪的現象 可能在大家身邊發生了 不過我就不太清楚 其中一個 其實我和師兄之前有談過 就是的士這個問題 的士司機年紀越來越大 就不是新聞 因為有很多 出意外 其實有時有些突發的病 年紀大 容易出現心臟病 有些眼睛又蒙 反應又慢 所以其實都應該 為了整個社會的安全 都應該是將集熱年齡降低少少 例如平均年齡 去回四十幾五十歲 好過現在 我想現在應該差不多去到 六十幾七十 六十幾七十 但問題是 你降低年齡 是要有其他事情 一起去配合 例如工資吸不吸引 工作時間等等 不過工資就可能 不是容易吸引 因為你如果要工資吸引 的話 你的交通費就會上升 現在香港的士的士收入 是世界算便宜的 所以你說 年輕一點 你要加薪 加薪的成本就會上升 所以你要平衡 兩個問題 消費者的利益都要考慮 我先提供少許資料 第一 現在的士要求加價 在交支會 好像他們的要求 下期是三十元 這個比現在二十四元 多了一折 但情況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我自己很感同身受 的士司機和他聊天 每一個 告訴你 他找到多少次一個月 每個都不同 很大的幅度 還有一班朋友 做的士 我看到他們的收入 是很參差的 我認為 的士一般 一千元 一天左右 普通 即是六袋 是 你說一千元 一天 我聽過以來是最高的 因為很多的士司機 跟我說 有些人賺得三百多元 有些人賺得五百多元 當然 這一輪當然沒有 在我對面馬路 一路由北打街排到雪廠街 都是的士 這輪當然沒有生意 但我說 在正常情況下 例如 的士司機朋友跟我說 有些人 只會去排隊等客人 有些人研究哪些地方容易接到客人 大家去那裡 有些人只會跟著大路走 就不會繞 有些人沒有那麼多燈位 快點 你做一個行業 你去研究 怎樣會做得好 做到的是一千元一天 他說做到的 我也有些人 我試過遇到的士佬 我說 你算年輕 我很少見到你這麼年輕 他說 是呀 我做不同範疏 我現在不算好 我做的士 我博薩 他說 他專門做機場 去機場 他駕駛兩間 去機場排隊 順便睡覺 帶著枕頭皮鋪 睡遠 就當休息 所以他是持久一點 他夜間很多時候租不出 那些人 不是他自己 他可以便宜一點租到 所以他說 如果他最近不電 他去做地盤 這些就 這些就靈活一些 所謂的 slash 這些就是很多不同的工種 不過我想問 其實為什麼我想打開這個話甲子 就是 迫使大家都知道 現在很多人都覺得 他們 譬如那些司機年紀大 那些車的保養 就一般 令到另外一個行業 Uber 或者一些所謂的電照車 生意 其實沒有什麼統計出來說是好不好 但是沒有什麼統計的原因 是因為事實上 現在香港都不是合法的 你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 此消彼獎 會不會令到 其實 的士行業 未來真的有機會 有一個多大幅度的滑落 說說生意 而Uber 的士的排費跌了這麼多 就知道他的前景沒有這麼好 一個現在現有的的士 很多是租不出在停車場等 有很多找不到司機 找不到司機的一個因素 找到沒有生意 我自己覺得 因為的士現在是沒有品牌 你截車 你不知道截到哪一輛 所以的士司機以前給人的感覺 就是 例如你上了一輛車 你去得遠一點 有時他不喜歡 又近一點 他不喜歡塞車 你有沒有遇過這些事情 我當然有 我家裏就住近火車站 遠又不太遠 近又不太近 我就不敢搭的士 你也不敢搭的士 當然不敢搭的士 但你跳標都沒有機會 跳第二下 你上車 由頭銀到你落尾 你排了這麼久的隊 我完全沒有埋怨他 他在那裡排 排了四五個字 才輪到他 三分鐘路程 他當然不高興 這些我理解 所以我不坐 但有時跟老婆一起 老婆穿高跟鞋 他說 為何不坐 他是要有責任載我 但我是人家賺錢 就走兩步 被罵他 不用很惡罵你 我分明不太開心 你為何要令人不開心 我說我寧願走 我背你算了 我老婆很激氣 但事實上 是這樣的情況 的士 我認為 因為他 不可以認住哪一輛 的士太方便 你不會為了 認住哪個車牌的車才叫 Uber 你可以叫 你有叫過Uber用嗎 我有 那你的感受是怎樣 基本上 因為司機 希望你會回頭 亦都害怕你去投訴 因為他們可能有計分 亦都有編排 折客的機會 很多 有個制度 令到個個都服務好些 現在 Uber的車 各種各樣都有 有些貴些 有些便宜些 但最初那批 的確是 靚車多 你怕不怕 或者不要說你怕 你覺不覺得 Uber 長遠來說 這種電照車模式 如果的士不效發 其實 很快便會取代了 現在的士都可以電照 我認為政府要求 有牌才可以做 亦都有它的合理性 你要保障安全 亦都要公平 亦都要對司機 亦都有一定的要求 因為現在你的士司機要考牌 除了保障之外 當然 以前考的士 考你懂不懂路去 現在有電子地圖 這個問題 基本上解決 我是認為 利用移動互聯網 利用GPS 這些科技 令到電照車的效益提高 是應該盡量利用的 政府應該透過發牌的方式 令到這些新的科技 可以在日常生活上幫助市民 這是我贊成的 但是當然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最後這句 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談話題的關鍵 因為究竟如何平衡 已經談了很多年 但是到這一刻為止 維持現狀 香港都是繼續 Uber 就不是一個合法的 現在你那些 就是互聯網 GPS 那些科技 可以用在的士 的士都可以叫 不過就不是一定給某一間公司 至於你說普通私家車 可不可以拿來折客 我覺得政府有一定的監管是應該的 如果不是 就等於白牌 什麼都可以 好 今天跟施生談這個題目 好像冷門一些 不過其實我們就是想大家 多一些不同的視角去看身邊的問題 下一次跟大家繼續再談 好 好 好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